东哥的明尼苏达州事件终于落下帷幕了 双方达成了庭外和解 你知道这次的庭外和解花了多大的代价吗 另外啊 让东哥付出惨痛代价的并不是女主本人 而是另外一群幕后黑手 那会是谁呢 大家好 我是老乔 欢迎收看老乔豆腐 首先当年东哥这事一出来啊 王校长看的比较透彻 他在社交媒体发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钱没谈拢 所以从2018年开始 双方拉锯了将近四年 从刑事案件扯到了明示案件 然而就在前两天 这场世人瞩目的狗血肥造剧 突然以庭外和解宣布结束 如果按照当初王校长的逻辑来推理的话 这次的庭外和解应该是钱谈拢了 那这笔钱到底花了多少呢 没人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件事的细节之中推理出一些 首先是2019年4月16日 女方当事人刘静尧提起明示诉讼 索赔金额5万美元 而且上不封顶 你从上不封顶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出来 当事人刘静尧摆明了 就想狠狠地敲东哥一笔竹杠 更有意思的是啊 这个女主竟然把东哥连带着京东公司一起给告了 要知道啊 京东公司上市地可是在美国的纳斯达克 公司任何一个消息都会影响到其股价波动 想想看 相较于公司股价大跌 市值蒸发严重 女主要的那点赔偿金就是九牛一毛 由此看来啊 女主这招不可谓不狠啊 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啊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大学生 竟然能够想出如此狠招 你不觉得奇怪吗 背后有没有高人指点呢 这个呀 我会在第二部分讲到 回头继续说 女方当时肯定会认为 刘强东会迫于压力而妥协 但殊不知 东哥也是个狠人 他选择直接硬钢到底 为此 东哥聘请了美国最知名的律师团队来应付此案 据公开资料显示啊 这些知名律师团队中第一位就是号称明尼苏达州传奇刑事辩护律师的弗里德伯格 第二位大咖级的律师则是2010年轰动双子城的驱棍球运动员谋杀案的辩护律师 厄尔格雷 与此同时啊 东哥还聘请了美国最知名的律师事务所 昆毅律师事务所参与其中 据了解啊 这些顶级的律师们 每小时的费用就高达人民币 两万两千元 而官司打了这么久 你可以想象一下 光律师费这一项就得花多少钱 当然嘛 东哥有钱 所以这些花费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可问题是 女当事人只是个大学生啊 她能有多少钱 即便她是一个富二代 以她家族的财力恐怕都和东哥没得比呀 那她是靠什么来支撑这巨额的律师费和诉讼费的呢 答案是因为女主的背后的一群人 而这群人也正是让东哥付出惨痛代价的幕后黑手 那么这些幕后黑手是谁呢 我先讲两个故事 你就明白了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已故篮球巨星科比 2003年的7月1号 科比因为要治疗膝盖 入住了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酒店 第二天啊 该酒店的服务员 一个19岁的女大学生就向警方报案称科比强奸了她 这条消息一时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有一些律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异常兴奋 他们主动联系女主 并声称可以免费帮助她 条件是最终在货赔金额的基数上抽取百分之多少的佣金 女主欣然答应 最终经过一系列的波折后 女主和科比达成了庭外和解 科比赔付了500万美金的民事赔偿后 此事才告一段落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英国的安德鲁王子 据了解啊 当时有一名叫弗吉尼亚基夫尔的女子 控告安德鲁亲戚 此事最终也是在律师的纵横百合之下 达成了庭外和解 而安德鲁为此支付给受害者约1200万英镑的赔偿 当然老乔讲这两个故事并不是为了给男主开脱罪名 事实上他们干的那些事情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 我讲这两个故事的最主要的目的 是让大家发现这些事情的一些共同点 第一 都有律师主动参与 第二 最终都庭外和解 第三 都有巨额赔偿 所以老乔预计啊 在明尼苏达州事件出来之后 肯定有律师主动联系了女主 并声称能为其提供帮助 否则凭借一个20多岁的女大学生能如此沉稳老练 有理有节的处理此事根本不可能 另外 就那高昂的律师费用也会让他望而却无 换句话说 有律师帮助他敲东哥的竹杠 而且是狮子大开口 这也是东哥为什么选择与他们一纲到底的原因 所以说 让东哥损失惨重的幕后黑手就是那些律师 有人可能要反对我了 那人家律师主动帮助受害者 这不是好事吗 你怎么能说人家是幕后黑手呢 没错 如果那些律师真的是单纯的帮助受害者 那没啥可说的 可问题是 那些帮助受害者的律师真的单纯吗 他们一点都不单纯 要不然在美国人们为什么最痛恨律师这个职业呢 他们为什么把律师称之为吸血鬼呢 其原因就在于啊 漫长的诉讼流程 高昂的律师费 不确定的审判结果 使得大部分的美国人根本打不起官司 最终只能被迫庭外和解 而庭外和解又意味着高昂的赔偿金 而律师们则可以从高昂的赔偿金中抽取佣金 所以在美国老百姓都痛恨律师 但老百姓又都想成为律师 据统计啊 在美国一共有135万名律师 这些律师占到了全世界律师人数的70%之多 而你要知道的是 美国的人口也才占全世界人口的10% 由此你便可知 律师在美国是一个相当吃香的职业 有人会说 美国律师多正常啊 因为他们司法文明啊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美国的联邦制造成了法律制度的复杂性 在联邦的架构下 美国的每个州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治权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法规 美国有50个州 那就意味着有50套法律 再加上联邦还有一套法律 所以一共就有51套法律 这些区域的不同 以及法律条文的繁琐 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漏洞 而很多别有用心的律师 就会利用这些漏洞颠倒黑白 取折是非 而往往这样做需要雇主花很高的代价 但对于律师而言 顾客花的越多 自己就赚的越多 所以啊 美国的律师们都特别的爱打官司 甚至于已经达到了一种烂诉的程度 看到这儿 你还会说它是司法文明的标杆吗 就拿这次东哥事件来说啊 要不是律师在里面捣鬼 事儿能有这么复杂吗 好了 针对以上这些事儿啊 老乔还是想谈三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 一松裤腰带 瞬间毁三代啊 你看这些年以来 这样的事儿还少吗 不管是当红明星 一谈巨将 还是伤骨巨腹 只要一松裤腰带 那基本上就玩了 当然这些人可能都不差钱 但精彩的人生从此不再完美 第二 苍蝇不丁 无缝的蛋 很多人东窗事发以后 含起了叫天驱 鸣起了不平骨 可问题是 他们忘记了 这事儿能怨着苍蝇吗 最根本的问题是 蛋有裂缝 俗话说啊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鞋啊 问题是 你不往河边去 那鞋不就不会失了吗 第三 老乔借用古人的一首诗 来告诫大家 粉红佳人体太严 相逢误认是良缘 事关多少滩花贝 不削功名也削年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 有说的不全面的地方 欢迎评论区留言补充 我是老乔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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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